大帅与长生巅峰赛撞车 被长生吃分之后 看队友分数直接被弃得四脚朝天 这一局大帅拿了一手蓝绫王打野 一般巅峰赛大帅都是输出位 大帅是一般人不给他辅助 而长生正是用的不知火舞 那么这一局是谁的原因 让大帅被长生吃分 知道火舞是长生后 大帅这蓝绫王是有机会就给长生来一趟 两分半大帅上来抓死嫦娥 八分钟大帅抢了红霸服 接着团战一触即发 团战中大帅击杀公孙黎 一波团战四荒二大帅这边显灰 十分钟 长生这边打暴君 大帅这边貌似抢龙 最后是龙也没有拿到 命也搭上 好恶心 为什么我叫老有这种人啊 大帅这边刚复活 队友又倒下两个 大帅见情况不妙 赶紧去中路倾线 回头守家的时候 基地就被平推了 不出抵抗鞋的马可 还带闪现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赶的呀 打火舞 这阵容你要玩蓝绫王吗 我玩啥能玩呀 你快太棒 我真受不了了 你我远一点 太恶心了 我这阵容感觉全部正常 你我远一点 我真受不了了 我要看这个马可跟他是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